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秦义 怎么了 碰巧 你又有镜头 这个我真不会 你娘是天鹊第一琴师 你说你不会弹琴 我没骗你 我娘是琴师 我就要回弹琴啊 姐 你从小便通识音律 这次可别让那韩子晴 输得太惨 完了 天鹊的三界之地 和我的双手双脚 都保不住了 还是那句话 本王怎么会亲眼看着你 这双手双脚被人砍掉呢 殿下 那匕首呢 匕首还给我看吗 那就要看你的表象了 我对秦义还真是一窍不通 这下麻烦了 好奇怪 我好像知道要怎么谈 瞒到那个韩子晴关于秦记的记忆 也一并流到我脑中了 除非 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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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词曲名曰春秋大梦 共三段 第一段 二位皆赴 打平 这是什么意思 打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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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楚飞燕可当真了得啊 要知道 这天底下能跟得上梨阁公子的人 屈指可数 况且这还是一首新曲子 好 好 好 子晴啊 你跟不上啊 也不怪你 梨阁公子的曲子 举世无双 别说是跟走 别说是跟走了 能够不被勾了魂魄 就非常不错了啊 可不是嘛 这哪是人人都跟得上的呀 四王妃也是尽力了 不必苛求 我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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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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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想到这个庶女情谊如此紧缠 不愧是天缺第一寝室的女儿 师父 不过是侥幸跟上了一曲 有什么好骄傲的 李哥公子宣布结果吧 李哥公子 辛苦了 这结果不是很明显吗 飞燕公主和四王妃各迎一举 这秦义啊不相伯仲啊 娘娘此言差矣 此次秦斗 第一段二者持平 第二段四王妃胜 第三段也是四王妃胜 你说什么 那啊 这都是第一段三又往外面 第二段是四王妃胜